未來今年,誰主香港浮沉,後天便塵埃落定 但究竟是囊是豬,絕大多數港人根本無權過敏 唯有天馬行空來個打雀論英雄 正當323虛擬全民投票之際 昨天在旺角一間聯儀會舉辦一個著友一人一票選特首 在昨天9時起,連續48小時舉行 來自五湖四海的著友都表現興奮 有人更以不同麻雀牌代表3名候選人,創意無限 最緊要開心,若有廖先生拿著選票對著代表 梁振英、唐英年、何俊仁和白票的票商 一時舉旗不定,他們說 其實有三隻麻雀牌可以代表他們三人的 紅中是梁振英,因爲他親中共舊熊 發是唐英年,他是有錢二世祖 又前堅豪宅,名副其實 是發水柳,北是賀俊仁 因爲他經常說要拿回鄉證,北想回大陸 另外一名卓友,何先生,比較奮世疾獄 他蓋探往日的東方之珠 今天變成妖獸都市,全部都是怪獸 唐系吸血僵師,梁系人狼 何就以科學怪人論 主辦活動的聯儀會,董事陳先生 估計兩日的著友一人一票選特首,會有四至五百人參加 計劃明日下午兩時公佈,昨日所見大部分著友都投白票 原因很簡單,三個都是廢柴,三個都蓋不下,三個都沒有眼看 Baron,三個都叫大家 中文字幕——YK